整個人飛到門旁邊的櫥窗 像是武打電影裡吊鋼絲那樣 我媽簡直傻眼 倒是本人也傻眼 媽媽一直強調她這輩子從來沒有遇過這麼扯的事情 大家好,這裡是彰化人 前陣子又重溫一次《山下之久》所主演的日劇 幸福送行者 讓我回想起親人離開時的種種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錄戀 隨著儀式莊重的進行 最終看見親人非常的安詳 一瞬間嘴角似乎還微微微笑 或許是我的幻覺 或是親人在告訴我 她很滿意這最後的旅程 今天要帶來的故事 是取自PTT媽福版上的《冰藏234》 作者家裡從事的就是冰藏夜 她的童年都是在殯儀館周遭度過的 她還提到一個很驚悚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她童年的玩具不是芭比娃娃 而是紫紮的金童玉女 坐的椅子也非常的special 是漂亮精美的骨灰潭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家裡從事冰藏行業 讓她小時候看得到好兄弟 增長的過程中家裡也發生許多靈異事件 那我們今天的兩則故事 我將會以第一人稱來呈現 這是我媽在懷孕期間在家裡公司遇到的事情 媽媽本身沒有靈異體質 但是她還是遇到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件 其中這一個讓她印象最深刻 我們家公司的格局大概是長這樣 左下是放骨灰潭那類的展示櫥窗 左上是房間跟浴室 在房間跟浴室前面有設置區隔辦公區域的簾子 我媽平常在前面辦公室 常覺得簾子後面有騷動 但她也不以為意 畢竟坐這行總不能碰到一點小狀況 就大驚小怪了吧 只是她和爸爸都有莫名的共識 就是非必要不會走到簾子的後面 直到某天晚上 當天接了很多的生意 媽媽覺得很累想要快點梳洗早點休息 當她正要走去浴室的時候 突然看到半開的簾子後面 站了一個女人 高高瘦瘦的 全身都很蒼白 她不太記得那個女人的臉是什麼樣子 但隱約感受得到她正在看著自己 我媽當下十分的驚嚇 畢竟是第一次那麼清楚的看到一個人 然而一瞬間那個女人就消失了 媽媽後來還是一直頭皮洗著戰鬥澡 趕快飛奔去睡覺 由於當時我還在她的肚子裡 她生怕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隔天晚上她又請了一個很熟的道士 想請她來看看 結果那個道士才一進公司 就很嚴肅指責連子的方向說 我媽就嚇到 因為她根本沒有跟那個道士提那女人的事情 後來道士就開始張握她的道具 然後匕首畫腳捏咒語 重點來了 我媽說當那個道士從門口一路施法 快到連子人面前時 就在道士要碰到連子的一刹那 頓時像是被某個強而有力的東西 提得又重又扎實的一腳 整個人飛到門旁邊的櫥窗 像是武打電影裡吊鋼絲那樣 我媽簡直傻眼 道士本人也傻眼 媽媽一直強調她這輩子 從來沒有遇過這麼扯的事情 道士著地後像是中了內傷一樣 狼狽地站起來 看得出來她很驚恐 但她還是硬要繞幾句狠話啊 不過道士再也不敢接近那邊 只是給我媽一些符咒 交代她怎麼處理 然後就趕緊離開了 媽媽說她當時太過震驚來不及反應 事後想想那個道士當時還蠻好笑的 後來媽媽照做以後也不曉得解決了沒 畢竟那個女人一直都沒有什麼惡意 直到我出生以後 發生了一件讓我媽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有一次她在洗澡 把剛出生不到幾個月的我放在床上睡覺 突然她聽見房間傳來 蹦好大一個聲響 接著就是我淒厲的哭聲 當時醒想完蛋了 八成是我跌到床底下 結果她馬上從到房間一看 發現我確實跌到床底下 但是下面卻有棉被垫著 忍惜到像是有人刻意鋪好的 而且那件棉被是平常她自己蓋的那一件 不是蓋在我身上的 照理說她那件棉被應該是 只好放在離我很遠的地方 而且剛剛的聲響 像是直接掉到地上的聲音 如果是有鋪棉被的話 不可能那麼大聲 還要仔細確認我身上沒有任何歪傷 隔天去醫院檢查 也沒有老震盪 從此以後我媽就懷著感恩的心 在公司住到離開為止 為何會給她這樣的稱號呢 因為小叔在結婚生子以前 無疑是個放蕩不拘的浪子 而且是火爆浪子 整天游手好險又要跟別人起衝突 有點像羅漢卡的感覺 但是阿公在過世之前 有特別嘱咐過老爸 千萬要照顧好弟弟妹妹的生計 於是老爸就讓大叔還有小叔 以及故障平均分擔公司的業務 然後按時置信給他們 有別於沉穩的大叔和勤奮的故障 浮躁的小叔一直是老爸最頭痛的人物 當時公司有和幾間醫院合作 所以固定需要派人到太平間顧 一次機會下 老爸叫小叔去新專某醫院的太平間顧幾天 我媽隔天就帶著小叔抵達目的地 才到目的地 小叔突然信蟲蟲去問太平間的管理員阿伯 你在這裡有沒有遇到鬼 我媽馬上板著臉對小叔死的眼色 誰知道小叔說 這時候阿伯一直在怯笑 並告訴小叔 他看的可多了 結果小叔竟然又回答說 我媽不斷警告他不要亂講話 要尊重一點 結果他又補了一句 然後幾天過去了 小叔確實什麼都沒有遇到 太平間的工作結束 要離開的時候 小叔打了電話給老爸 說他等等會先去公司找他泡茶 由於當時老爸人在外面 於是他吩咐我媽先不要亂跑 說小叔等等會過去 正巧大叔也在公司 所以我媽跟大叔兩個一起等 過沒多久 小叔來了 他進門以後 我媽說他當下跟大叔就察覺不太對勁 雖然那個人是小叔沒有錯 但是整個人是辣黃色的 不過最詭異的還是他的臉 平常的小叔大概長這樣 然而當時的小叔是這樣 一直維持著一種笑臉 臉部線條非常誇張 讓人看得很不舒服 縱使小叔愛搞怪 但也不會反常到這種地步 況且才進門 什麼話都沒有講 這個時候大叔馬上喝止他 阿姬啊 不要在那逼鬼逼拐啊 這時候小叔並沒有回答 狐獵一旁的兩人 直接走到老爸的辦公桌前 他詭異低估著 雖然是問句 但不像在問他們兩個 隨機走到公司的每個角落 像是在巡視什麼一樣 還沿路撫摸著牆壁 不斷喃喃自語 對 會敗 會敗 這時候大叔很生氣 用吼叫的叫著小叔的全民 畢竟小叔的舉動實在太詭異了 讓人寒毛直訴 然而小叔卻被像什麼點通了一般 停下了動作 看了大叔一眼 臉依舊維持那個怪表情 不再開口講話 像是定格一樣 我媽說他當時看著小叔的臉 全身雞皮疙瘩 心想他八成又是在太平間闖了什麼貨 大叔依然不畏懼跟他正面交鋒 不斷的吼他 但小叔始終不為所動 小叔在原地不知道站了多久 接著他走到恰功用的區域坐下 仍然不乏一語 只是大叔小聲的指示我媽 快點打電話給我老爸 出狀況要他趕快回來 我媽卻像遇到歹徒一樣 在電話中不敢明目張膽地講 只是吼唬地表示要老爸行李神會 就在這個時候 小叔突然開始笑出聲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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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呵呵呵 我媽說當時已經六七點左右 公司要休息了 所以只留辦公區域的燈 洽工區域是暗的 當時畫面也約可以看到一個人影 在黑暗中拖著被發出那種恐怖的聲音 後來老爸回來 一記門看到小叔還在持續發出那種恐怖的聲音 老爸一看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老爸走到小叔面前 粘重地說 不好意思 老爸收到什麼地址裡的地方 希望你能完成它 好 小叔那個怪異表情已經掛了半小時以後 他聽了老爸的話 笑得更獵奇了 講完後小叔就衝出去 而且身體壓得很低 像是活影忍者這樣跑走 所有人都撒在原地 老爸只是無奈的嘆氣說 不知道是從哪裡惹來的 公司的鐵捲門拉下之後 三個人前往小叔家 到了門口發現屋子裡面是暗的 但是門沒有鎖 不禁擔心起小叔會不會又跑出去了 最後決定還是進屋查看 一踏進去 老爸就開始大喊小叔的名字 但毫無動靜 於是大家開始善意涼語討論小叔有可能會跑去哪 接著媽媽開了燈 一開燈 大家都嚇一大跳 小叔不是因為燈亮了才轉頭 而是一直都像這樣點著他們卻不出聲 那個冰冷的表情依然不像小叔 我媽說他那一瞬間真的超想逃出去 因為那個眼神非常讓人不寒而栗 老爸不斷替小叔道歉 那時差不多晚上九點 但小叔卻一直背對著他們 並且陷入沉默 過了幾分鐘之後 氣氛緩和許多 大叔以為小叔回來了 大叔就跟小叔說 阿姊啊 都幾歲的人啊 你有沒有賣賣的事啊 這時沉默已久的小叔突然說話了 幾歲 你們背四十七歲了 最讓人發毛的是 小叔根本不到三十歲 老爸馬上跑過來再度道歉 並告訴他 我這個弟弟比較不懂事 能不能當出他一次教訓 想起他以後不敢再這樣了 被附身的小叔只是淡淡說了一句 這次到我還不准掉 你怎麼不改 再把你出在一起 之後小叔整個人向前躺在茶几上 撞擊一刀之大 過了幾十秒之後小叔才醒來 醒來之後不斷的罵髒話 一直說他很不舒服 最後老爸只好開著車 再到舅公開了公廟 老爸說他明明什麼都沒有講 但舅公幫小叔處理完之後 一直笑他很白目 還說他活該 看他以後還敢不敢再亂講話 大家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你們會不會也覺得 人生最後的典禮 其實是做給家屬看的 不過這最後的旅程 除了是對王者的尊重之外 也給予家屬一定的安慰 讓那些送金、折蓮花等儀式 做完真的會讓離開的人 到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嗎 我們不得而知 也許他們只是存在於我們相交的平行世界 但不可否認的 大體化妝師 殯葬業者對儀式的莊重態度與敬業 尤其是過往的那些災難事故 他們的心情付出 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這裡是彰化人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